你剛講到美國兩面作戰 我看連一面都搞不好 你看最近不是從阿富汗撤軍嗎 阿富汗撤軍 過去也在越南 美國參加一些地面作戰 我看都是打了一半就走 留下一些攤子 你包括當年越南就是這樣 現在阿富汗也是留下一些攤子 打一面都很困難 你要打兩面 那美國現在這個 當然你看它的國防支出預算來講 2021年應該是7405億吧 這個美金 但是問題是它又要對付俄羅斯 那麼這邊要對付東方 這邊要對付中國 中東那邊它要對付伊朗 朝鮮半島那邊要對付北韓 它分散了 你看那個中國雖然這個 它雖然這個它只有2000多億 等於美國比它這個軍費應該多了到十幾倍 可是它集中在這個周邊地區嘛 所以你要美國要打兩面作戰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為它這個當然是兩洋嘛 它又大太平洋國家又是大西洋國家 不過美國一向它都不打兩面作戰 它一向都不打兩面作戰 甚至於我是覺得美國人 它逼不得已它都不會參戰的 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戰 如果沒有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偷襲真珠狂的話 美國是不是會參戰了都是個問題 當然到最後我們拖泥帶水就被拉進去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認為它是避免打兩面作戰 而且也沒有能力打兩面作戰 那趙老師你分析來講說 雖然這比重起來 俄羅斯跟中國是各1.5個小時 這是他們討論的議題的時間 那你覺得說如果避免兩面作戰 他們手要之重會放在哪一個區域 當然目前為止看起來當然是對付中國 那麼這幾個歐洲國家反正被美國拉進來了 等於來捧場嘛 來捧場 那至於你看那個聲明裡面 那個聲明裡面 其實我們這邊大概都是認為 就是集中焦點在台灣 一個支持台灣參加WHA 重視台海和平 那不是台灣的台海和平 實際上但是這幾個歐洲國家 對他們來講 他們更強調合作了 更強調合作 我覺得在目前這個狀況之下 當然很難得了 G7過去都是不安而散 以前川普那個時代 那現在能夠在一起 而且還能夠有一個 建立某種程度共識 能夠搞了幾個鐘頭 我覺得已經很不容易了 很不容易 那麼但是也不必然就是將來 這個美國一參加參戰的話 那麼這些歐洲國家就必然會 會去支持 我發現也不一定 各有各的算盤 那麼我覺得歐盟 歐洲國家來講 這幾個像德國法國 意大利這些國家來講 那麼他現在來捧美國的場 來對抗這個中國 我想他們更關心的 從地緣上來講更關心俄羅斯 尤其是烏克蘭現在的問題 對不對 那麼好 所以你看布林肯完了 馬上去到烏克蘭去 那歐盟國家 歐洲國家他比較重視俄羅斯 因為這個近嘛 中國你要是邊長末期嘛 所以中國南海或是東海 或是台海的議題 等於是捧美國的場 但是這些歐洲國家 其實我想談的是俄羅斯啊 而且他對歐洲國家來講 他也是討價還價的仇嘛 那歐洲國家他 基本上長久以來他在經濟方面 大陸要靠大陸嘛 那安全方面靠美國 那因為他這是跟美國這樣的 這個交往 或者是在捧美國的場 對中國來講也是一個壓力嘛 以後他將來歐盟國家 跟中國在討價還價的時候 尤其在經濟利益的時候 那麼勢必是對一個談判的籌碼 對歐盟來講 那所以我覺得 大家各有各的這個算盤啊 現在世界各國現在 尤其現在疫情以後啊 人人都為自己嘛 只有上帝才為大家 大家就想自己了 國家利益最重要了 國家利益最重要 所以這個外長之間看起來 談的大家好像談了好多共識 或是等等 但是往後再走下去的話 這個共識可能不見得實行上 會出現一些歧見 你那俄羅斯也是跟 俄國問題談了一個半小時嘛 都是1.5 1.5嘛 是不是 這個 所以我覺得 他們還是要這個比重還是要 要 不是完全偏向中國了 不過我們看到 其實在談到中國議題的時候 雖然說 我們說這個外長公報裡面 發出了六點共識 強調台海和平穩定 其實主要是兩個部分 因為這個共識裡面 這個公報裡面 談到了有關切新疆 西藏 香港 還有南海的議題 在這個關心區域的時候 有談到了台海要和平穩定 另外呢 另外一個部分 就在大陸的子題底下 他談到說 要來支持台灣參加世衛 跟世衛組織等等 不過我們看到其實大陸的外交部 其實也發了反擊G7的聯合聲明 在6號的時候 他說這是毫無事實依據 公然插手 中國內部事務 也呼籲說G7應該要聚焦在 國際抗議合作 不要在國際社會裡面製造矛盾 製造分歧 接下來我要透過一張圖 來看到就是說 大陸的反應呢 其實對G7這個公報 當然是不以為然 不過大陸也有一些 應該是說網友吧 當然他是一個大陸網路的畫師 烏合麒麟 好像這一篇現在 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因為他就是 把這個G7的峰會 跟外長 大家一起在那邊拍照的時候 他們改成什麼 改成當初這些國家 穿著軍服的八國聯軍 他就說 這個在19世紀 1900的時候 120年了 這幫傢伙為了中國搞在一起 還在做夢 然後就說 你們聚集在一起 就是拉幫結派 要來對付中國大陸 那其中我注意到這個角色 也是小小的嘲諷一下印度 因為這次的印度代表團 好像去的時候有兩人確診 那印度現在印刑也很嚴重 他把它做圖做在這裡 然後你看 戴著一個 好像是掉著點滴的架子 還有戴著口罩 這個當然是畫家小小的嘲諷 不過我們回頭來看說 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他講什麼 他說這七個國家 自學民主國家 可是最新的民調顯示 53個國家跟地區的受訪者 將美國視為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脅 更不曾看過G7 對這樣子的說法 這樣子的美國 大家認為是最大威脅 做出任何的表示或採取行動 我請問帥將軍 對 現在中國大陸回應就是說 破壞整個遊戲規則 或是說擾亂區域 是你美國啊 那你現在反過頭來 拉幫結派對付我 沒錯 首先我們講說 剛剛趙老師也講得很清楚 俄國是歐洲的威脅 從這個烏克蘭 克里米亞 那歐洲是擔心 因為地緣關係嘛 那威脅是來自於這邊 但是也有合作的 那俄國的這個 北溪二號的油管 這個經濟上是很現實的 所以德國也不贊成 美國說要封閉這個油管 所以各有各的算盤 你記得川普曾經要求 北約每個國家要多付保護費 你記不記得 所以北約本身也蠻矛盾的 又要兼顧到中國大陸的市場 又要顧及到它自己的能源需求 所以這個會開的也是就是 如果各位常常看歷史劇的話 春秋戰國要會盟 每個國家派個代表 來做一同的主張 春秋戰國所有的會盟都沒有成功過 核中也好聯合也好 每一次成功 第二個再是講這個中國的問題 中國問題是美國的主要對手 對手不是說從軍事啊 主要是經濟 爭取經濟的霸權 因為能夠唯一跟美國抗衡的經濟的 量體最大的就是中國 所以這個問題啊 打仗都是為了要弄錢嘛 利益所在 打仗沒有說糊裡糊塗出兵的了 一時七分出兵 沒那個事了 所有的領導人都很清楚了 兵以力動 有利益的我就動 兵以害分 我沒有好處的我就不打 第二個我講美國的戰爭史啊 你從他美國建國 從當年英國的一個小殖民地 慢慢跨越了中西部 打了墨西哥 騙了一大堆地 打西班牙 把西班牙的殖民地搞下來 把印第安人幹光了 這個叫種族滅絕 所以才成就說今天這麼大 要花錢跟俄國糊里糊塗 買了一個阿拉斯加 所以美國今天他建國的歷史啊 就不是很光彩的了 對不對 欺負弱小的印第安人 欺負弱小的墨西哥 欺負殖民地的西班牙 好到後來再看 美國打仗啊 他有一個主義 你們聽過吧 叫門羅主義 不輕易對外用兵的 二次大戰什麼時候打 他的好朋友 法國整個兵面了 英國打到鄧科爾克撤退 退出歐洲大陸 也沒出手啊 他也沒出手啊 這個在北非也是一樣啊 到最後兩半相爭 欲辦相爭啊 他這個時候在出手 他來收割 因為他出手跟蘇聯的出手 才導致由全世界劃分地盤 東德要劃成東西德 南韓要劃南北韓 中國呢 他希望原來是希望長江以南 是蔣介石 長江以北是毛澤東 他把全世界都割成兩個 我們這兩大集團這樣子分 對 越分了你們兩個在對幹的時候 他就可以從中操縱嘛 這是美國軍事戰略一貫的手法 從來沒停過 你看他 剛剛趙老師也講了 他打陸地作戰 有過戰過一次便宜嗎 韓戰 很不光彩的 百門店談判走了 南北越 巴黎談判走了 那你今天說美國 愛護人權 我請問緬甸這個 種族滅絕 羅興亞人 跟這個緬甸內部的人權 你care沒有 沒有care 所以這個東西啊 至於剛剛拿出來什麼 新疆問題 棉花問題 西藏的問題 這都是一個 不用軍隊的一個戰爭 他挑起民粹 挑起民粹以後 你看啊 最近的新聞不是法國 全部通過這個 這個 對台海問題有主張 法國是誰通過呢 國會 國會是從哪裡通過呢 是美國的這個 民族宣傳的這個 人權的問題 變成一個議題 潮起一個民粹 那議員當然是看民調 看民意嘛 那國會通過 但是法國總統會不會通 簽下任何對中國 辭職的協議啊 所以你看 G7是外交部長去開的 那他一定是代表政府 所以你看他的發言啊 從來沒有抬到是台灣問題 是台海問題 台海問題 台海是區域 那這個也就符合 美國原來的一公原則 三公報 所有的這個紅線底線 他沒跨過 沒有跨過 但是他不斷地在測試 挑釁 看你中國的底線在哪裡 所以中國大陸就面臨一個問題 你不要逼得我狗鞠跳槍 狗鞠跳槍的時候 那台灣倒霉了 所以我們今天在台灣 你扮演一個棋子的角色 你最起碼要查研 觀測看清楚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他們的企圖是什麼 他們的手段是什麼 我們該扮演什麼角色 你今天一邊倒 好吧 那挨了棍子是那邊挨的 不管美國來不來支援台灣 台灣戰場在哪裡 戰場在台灣 子彈不長眼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政府沒有拿捏清楚 我們辦一個棋子的身份 角色跟態度的問題 所以到了最後 倒霉的是我們 你不過是人家的 是一個棋子 當年823炮戰 毛澤東也是拿炮打擊門 來測試你美國的底線